判世不幸 黄岗失统 贼臣董卓 诚信纵害 集合义兵 共赴国难 韩国重逢 一心合理 大国重逢 一心合理 一志尊严 一福万事 出平元年 公元一九零年正月 十八路诸侯 为匡富汉氏 煞雪为盟 公推元绍为盟主 共同起兵 讨伐董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命长沙太守孙坚为先方 进兵四水光 大军刻日启程 兵方落养 十八路人马进兵落养 如何应付 父亲乌律 官外诸侯不识之如同草芥 而愿提虎狼之事 尽展其手 玄于都门 我有奉献竟可高枕无忧啊 出对过 城下 杀鸡掩用逮牛刀 华将军 城下 富老温侯亲王 我斩重诸侯手急如同探囊取物 不 莫将院头网 好 华将军 我加封你为萧綦校尉 借丞相 你等四人兴夜赴四水关迎敌 长将立功后另有封赞 谢丞相 兄弟 那孙奸人称江东猛虎 先盟主派他做先锋 若是夺得头功 你我兄弟 兄长之意 我拨你三千兵马 可朝小鹿先到四水关前挑战 若能打破关口 这斩将夺关的头功岂不是 对 带小弟去抢他个头功 正合我意 好 到 鲍中将军提前到四水关挑战 鲍中将军被华雄斩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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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 华将军 齐开得胜 交麻之一合 便将那暴中的人头落地了 他也许至死还没弄明白 十八路诸侯 乌合之众而已 喝 喝 喝 将军, 请 八华将军 包中首级解职精诗 丞相嘉奖, 加封将军为都督 喝 恭喜… 豹都督, 请 豹都督, 尊监官下挑战 戴某引了此杯, 再杀他不止 将军 都督 都督, 孙剑手下有四元猛将不可轻敌 报 报, 胡真被孙剑斩于马下 果然名不虚传 传令 乱箭齐发 将军 报 将军 国家将军在四水关前齐开得胜 斩贼将胡斩 取官只在时日 然幕下军中粮草不足 望将军早发粮草 也好杀进四水关 入都擒拿董卓 我 孙将军真将才也 名不虚传 名不虚传 国家将军多多拜上元公 还望元公早发粮草 你先回营尚府孙将军 就说粮草即日就到 多谢将军 何必多礼 结尉国家扫除奸宁 理应如此 谢将军 主公 这粮草 即使孙奸营中缺粮 自然要分拨于它 只是 只是那孙奸如若打破四水关 诸禄英雄脸上未免无光 所虑正是 主公 孙文台江东之蒙虎也 若攻入四水关 大破洛阳诸杀董卓 无异于除狼而添虎 不如不与他粮草 令齐君自散 岂不为主公去以真功之劲敌 言之有理 都督 都督 细作报告 袁术不肯与孙奸发粮 孙奸营中已然大乱 果不出我所料 乌合之众儿 袁术怕孙奸夺得头功 故互发粮草 此这位儿与我诈 谈何会盟 此正是都督建功立业之时 以你之见 以末将看来 破孙奸一路军马正在今夜 来 再往前方民中碧雨 歇息片刻 是 快 快 快 口 封相 不好 追兵来了 好 咕嚕 敬你惊慌 是成裕谋士 丞相 不好 追兵来了 好 咕嚕惊慌 丞相受惊了 丞相受惊了 诸位 辛苦了 丞相 这一夜之间 胜败乃兵家成事 此战我军随实力 让北方仍有我所拒 几十万兵马上存 再重整旗鼓 来日再战必胜 可带有吹锯粮米 启禀丞相 只有铁斧缺粮五米 丞相 军事饥寒交迫 可杀马匹冲击 好 知府 杀马煮肉 是 请慢 前方是何道路 丞相 一面是北夷陵山路 一面是南夷陵大道 均通向江陵 去往南西江陵 哪条路更近些 去到南仪陵 过葫芦口 好 就走此路 命大队急行到江陵 再寻粮造犯 丞相 大军奔走一夜 饥饿难忍 不如就此歇息 好吧 来 多的快跑来 是 水 来吧 来 好 请丞相来用餐 好啊 诸姑 来 我们 一起用膳 来 丞相 这兵上离此地不远 不可久留啊 好 上马 是 上马 上马 驾 驾 驾 丞相 您看 走 对 好 对 ím 你走 我去 好 我的父母 人马如今为何又孝啊 我小诸葛亮周瑜毕竟智谋不足 倘若在这葫芦口埋伏一彪人马 与异代佬突然杀出江国等为主 那么我军即使不全军覆没 也难免死伤惨症啊 哈 我来掖人杖妃 儿等休想逃走 逃贼 还不快下马受死 快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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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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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两条路 请丞相示下 从何路而行 走哪条路近呢 丞相 大路烧平 却远五十余里 小路直查华融道 则近五十余里 只是道路狭窄 坎坷难行 快上山去观望 是 小路身处有几股烟起 大路却无动静 直奔华融小道 丞相 封言起处 必有军马 何故反走小路 是 丞相 何故反走小路 岂不闻兵书有书 虚则实至 实则虚之 诸葛亮多谋 故意使人与山辟小路烧烟 使我军不敢走这条山路 他却埋伏军马在大路 可惜我偏偏看破他的诡计 丞相妙算 无人可及 走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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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停止不前 丞相 坑嵌积水 泥陷马蹄 不能前行 军旅向前 封山开路 御水大乘 岂有泥泥不行之理 快 撼伐树木 铺路前进 持物者斩 是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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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不准哭泣 生辞有命 成败在天 如再有好哭者 离斩不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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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祝福吧 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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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丞相 人馬尽疲憊不堪哪 丞相 可否稍歇再行 是啊 前途未捕 後有追君 不可懈怠 敢到前面有村鎮之處 再歇息不吃 是 是 走 快走 快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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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言诸葛亮神机妙算 周语才智朝群 以我看来到底是无能之辈 我等现已历劫疲惫之极 若与此处埋伏一时 我等借束手背其腻 我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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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知绝境 只好以死相聘 是 丞相 人纵然不欠 马力以罚 安门再战 丞相 云长傲上而不辱下 欺强而不凌弱 恩怨分明 信欲赘注 丞相就是有恩于他 今可亲自爱告 或可托此为难 事已至此 也只有如此 将军别来无恙 关羽 不许 奉军师将领 在此等候丞相多时 兵败是威 至此绝路 望将军 以昔日情意为重 不错 昔日 丞相是待我不驳 然而我斩颜良朱文丑 借白马之围 已报答过丞相 近日两家对敌 岂敢以私废工 侮民说 云长 还记得过武官斩将之时 我不但不派兵追赶 还连派三个使臣沿途传令 给将军放行 大丈夫以信义为重 将军申名春秋大义 此时难道忍心杀害顾焦吗 既然将军不肯饶恕 我愿下马束手就擒 但愿将军放过手下兵将 他们都跟随我多年了 云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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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长兄 尹长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父亲 逃走逃走了 江将军 主公戎马半生 深得兵法之妙 尽在汗水域孔明却屡屡受挫 先生以为是何道理 先生莫非信不过我徐晃 公明将军 恕我无礼 请坐 若论用兵之法 主公本不在孔明之下 然而主公多疑 此乃用兵大计 虽是孔明宜兵之计连连得手 主公之败非战之罪 乃性情施然也 对 先生之言令皇茅塞动开 先生为何不及早觐见 以修正主公所施呢 主公 请就他歇息 我觉得要走 就不用看待满话 子晓公 有出道理 有出道理 我做出道理 凯兵主公 李虎今日得了急症 他深受许将军喜爱 故派来护卫主公 小人名叫张狗 有幸伺候主公 古梦中好杀人 古睡熟之后 二等切勿靠近 是 小人谨记 主公说的是笑话还是真话 常听主公如此吩咐 究竟是真是假 我也不知道 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别说是你了 连我都没听说过 你们两个嘀嘀咕咕说什么 说主公的被子 被子怎么了 这 你们是死人 主公万金之躯 若受风寒 你们吃醉得起吗 简直是全无心肝 你要干什么 我 主公 我被 你 主公 主公 我真是给您盖被子来的 祝公 祝公 饶命啊 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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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事啊 祝公 这是 是何人杀我师从 祝公 莫非是 古梦中所杀 祝公 此人 浮世孤近三年 一向勤勉小心 谁料 今日经 竟勿死孤梦中之见 真是可惜 可贪 杨雄 在 你代孤拟令 只给家眷三年良博 一 以校尾之力厚葬 是 我这就去办 大人 这仗一时打不完 可要派人回许都给你取寒衣 再等几天吧 还要在此待多久 其实祝公 早有退兵之意 只是 此次出兵 劳而无功 就此退兵 恐为蜀君耻孝 尚在迟疑而已 主公 请用膳 请问今夜营中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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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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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杨大人 主公传御今夜营中口令 鸡肋 鸡肋 阿姨不用再去了 主公不日就要退兵了 你可即刻收拾行装 免得主公退兵令下 收拾不及 是 杨主布 夏侯将军 是 我有一事不明 特来 先生 这是何意 早些收拾 免得主公退兵 措手不及 主公要退兵 先生如何知晓 我由今夜口令得知 我正为此事要请教先生 主公今夜以鸡肋为令 这是何意 鸡肋者 食之无肉 弃之有味 今尽不能胜 退恐人孝 在此无异不如早退 来日主公必搬师回朝 故而先收拾行装 免得林行慌乱 先生真知主公肺腑也 公子 鸡肋 年轻 连 年轻 恐人 天 年轻 人 快 快收拾 快收拾 这次来汉中一败再败 整天心惊肉跳啊 可不 听说啊 杨主部早就看出来了 这仗不能再打 现在啊 果然应了杨大人的话 是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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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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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呢 谁令你们收拾新装的 这 夏侯将军 换他即刻来仗见我 是 是 你怎敢私传军令 蛊惑军心 我纵有此胆也无此一件事 是主部杨修 他猜出主公有退兵之意 又是他 换杨修即刻来见 是 主公 是你 旺财孤意退兵 让人收拾行装的吗 是 说说 巫师何意 鸡肋 食之无肉 气之有味 主公以此来比汉中 故无心久留 亦欲退兵 你怎敢 怎敢编造谎言乱王军心 来人 赞拜 赞拜 是 杨修自知 终难免有此下场 只敢来得稍迟而已 主公 主公 汉中 不亦久留 还是早日班师为好 休去后 望主公保重身体 好自为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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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后蹲 在 你身为上将 为何听信谣言自乱军心 当斩 主公 主公啊 主公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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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 暂免死罪 再有忘财孤义 清言退君者 与杨修同罪 明日 与刘备决战 刘备 你这忘恩负义 反叛朝廷之逆贼 还不快快下马受想 我乃大汉宗亲 奉召讨贼 你上侍皇后自立为王 忘用天子鸾语 乃真反贼也 徐将军 在 将反贼刘备拿下 是 是 下 下 快追 就是西船之主 快追 谁抓住刘备信就是西船之主 快丢下拔皮 撤 是 冰锦兽兵 兵锦兽兵 主公 我等正代升寝刘备 为何明金收兵 蜀军丢弃马匹军器可疑 速传我令 火速退兵 忘取马匹军器衣物者斩 主公有令 忘取蜀军马匹军器衣物者斩 破坏 破坏 我来 草草杀杨修之后 强令进兵与刘备决战 裹不出杨修所料 遭致更惨重的失败 自己被黄中射掉两颗门牙 险些丧命 杨修死后得到了后葬的补偿 而汉中的激烈争夺 则以刘备获得全胜而告终